2017年9月22日 薛之谦现身红桥机场 未必媒体走VIP通道 日前薛之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她在9月15日在网上公开发文 承认和李宇童曾有恋爱关系 但否认倩倩 承认曾经和医生发生矛盾 是为了帮李宇童出头 对此李宇童9月19日晚发文回应 表示自己不是富二代 家人没有威胁过薛之谦 也与坚更怀疑当年薛之谦婚内出轨 9月21日 薛之谦发成文 晒出多张微信聊天记录 以及转账凭证 表示和李宇童谈恋爱阶段 并没有吃软饭 曾花200万给李宇童买房买车 分手后 李宇童家人 曾以李宇童堕胎为由 要挟她支付5000万 更指出 李宇童曾出轨 并跟她道歉表示 再出轨就跳楼 9月22日 李宇童发成文 反击 只学这些晒得 所谓为出轨道歉的聊天记录 是伪造的 回应中开头的一张聊天截图 纯属泥造 外门也都已经发现 之后其他证据的 各种批图漏洞了 她在与薛恋爱的期间内 绝无出轨 与宇童随后 更大量抱薛之间 骗自己怀孕 又不与前妻离婚 害自己打掉孩子的内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